我相信跟大家說 我們有新的操作者來了 為什麼呢? Lick幫了我們這麼多年 將會在農曆年後離開我們 但是可能也有機會再見 因為有時候可能要去幫忙 所以現在他正在訓練交接期 其實他正在訓練我們的新操作者 24尾 當然一個操作者是不夠的 因為Lick在過去幾年就沒有缺過勤 其實也很難得 如果作為一個兼職的工作 他一缺勤,我們那天就糟糕了 所以我們也要對Lick對我們台的貢獻 說一句謝謝 或者過年的時候還給他一塊利是 感謝他對我們的付出 或者給兩支貓山黃雪條 拿回家給爸爸吃 麻糬 麻糬太便宜了 麻糬比較貴10元 而且他爸爸媽媽也有得吃 好了 那24尾呢 我和大家說真的很脆 大家不需要去幻想 因為操作者很少看到樣子 但是可以出聲 以前是Miu Miu Miu 做Ada Miu Miu Ada 有一個Ada嗎 你們真的連人都忘記了 Ada 第一個就是Ada 我記得有一個女人 女仔 十幾歲而已 Ada 很老的 Ada 神經病 24尾跟大家打個招呼 大家好 用聲音就行了 大聲一點 聽不聽到嗎? 收不收到嗎? 再說一次 大家好 聽一把聲音就是年輕的聲音 那樣子會不會很老 年輕女兒的樣子也是年輕的 但是我十九歲的時候 我當年很老職 我當年已經覺得很老 已經是拿著雜花在中環的寫字樓 下面等女兒放工的那一首 唱《屍心的我仔》 為什麼《屍心的我》這首歌呢? 對我這麼有印象 就是當年我十八、九歲 就是聽這些歌 就是唱 其實當然沒有唱 只不過在下面等女兒 等女兒不能騷擾你的時候 你的心裡面就會亨起這些歌 就是阿哥哥的 好了 好了 二十四年你似乎 今天第一天上班 似乎都不難拿到的 我想他多看一兩天 就可以上場試一下 到時大家看看 《屍心的手法》有什麼不同呢? 會不會帶來一些新的衝擊 給啤梨頻道呢? 是吧? 啤梨晚報呢? 《屍心的手法》都有影響 當然啦 不同支筆劃出來的東西都不同 是吧? OK 好了 當然來到這一節 我們當然要講一下 今天為什麼我除了要賣廣告之外呢? 大家看到我們的影片安排 又有開啤梨 又有配音 又會插相 其實讓他們看看 這部相機是怎樣按 多相片之後 如果有很多相片之後 又會怎樣分 這些事情 我想他會有自己的做法 每個人的手法都不同 我記得那個小妹叫Yuki Yuki? 我完全沒有認同 第三個在這裡做的小妹 工作了多少天 兩三天 那些不可能會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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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我真的不記得 我在街上碰到MiuMiu和Ada 我都不會認得 Yuki更加不會認得 MiuMiu可能會認得 如果對方沒有隱縮的話 因為很誇張 希望大家上來支持一下 可以見一下十三妹 又或者可以裝到二十四尾 我們明天可能會有十一哥店 我們這些真是號碼 我們才是真號碼 我們就是號碼 OK